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杰豪说 从今年底开始 所有新建筑的最低能源效率 必须比2005年的基准高50% 相当于目前的绿色建筑白金标准 陈杰豪也指出 建筑业可通过转型来提高生产力 应付人力短缺问题 并重新设计工作 创造新颖和较高技能的岗位 以及更良好的工作环境 吸引本地专业人士和年轻人加入建筑业